各位親愛的觀眾,大家好 今天就要講一個 利用餘式定理去求這個餘數 那我們就做22至25 和31條 22至25和31條 這就是你的功課 6.22版,利用餘式定理去求你各體的餘數 和上次一樣,我們首先切前面的數 先做fx,切去 全部切去做fx 藍色筆這些,後面這個 我們就設定做0 設定0 x加1等於0,x就等於-1 這個,你設定2-2x等於0 2等於2x等於1 1等於x,所以是x對1 這條 x加2等於0,x等於-2 最後這條,就是x-1等於0 x等於1 好,當然是 好,那當然是 第22條 由於x都要-2 所以 你的餘數 其實就是f 代回x 進f的功課 就是f-2 x-1 而24條 f-1 第25條 只要你懂得 將它設定為x 是什麼 代入多項色 多項色是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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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除色 那個 被除色 而 除色 你便將它 設定為0 就是 被除色 就切f-x 除色 你便設定為0 找回x 出來 然後呢 然後呢 被除色 你便切f-x 而 z 那個除色 等於0 去找那個 x出來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餘數呢 其實就是 f 寫好x 例如 如果這個是 x 某一個數 我叫 x0 那你這裡呢 就是f0 回到 f x0 那就是說 換年節 你剛才有幾條呢 應該怎麼做呢 幾齊了 第22條 其實你是在找 f-2 23條 f-1 24條 f1 25條 亦是f1 你懂得找這幾個數 正正就是答案 來的 而 的餘數 記得寫在前面 那 餘數 記得寫在前面 等於 它 便可以了 試一下 齊一齊 好 接著 就 3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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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就是 求 x加1 的2015次方 除以x的 余數 我們又切這個做fx 切fx 為x加1的2015次方 我們設定 被除數 這個除數 除息 做0 即是x是0 所以這個余數 只不過是f0 即是0加1 就是2015次方 即是1 就是2015次方 即是多少 自己計算 1乘1 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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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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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7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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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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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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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當作答案是代X7進去 你不要當作答案是代X7進去 要怎樣說呢? 用A由於X加1 2015次方向除以X的語數是1 所以理論上當X是7的時候 7加1的2015次方向除7的語數應該是一樣的 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8的2015次方除7的語數也是1 這樣就不需要再代,因為你已經計算了 你就這樣寫回答案出來就可以了 如果有些同學則會這樣做 譬如你當X是7 你F7 就會是7加1的2015次方 即是8的2015次方 這個就不會是預數 所以就錯了 那這個語數是7 可以嗎? 好,你們應該會這樣想 如果8除7 是不是語數是1 那如果8的2015次數 8的2014是64 64除7 7幾呢? 756 79 63 你也可以是1 你看到這兩個數字其實都是1 然後呢,如果你這個是8的三次方 你這個呢,你會看到其實是 8乘8乘8 即是64乘8 64乘8 512 所以如果你512除7 你會出到73 73乘7,就是511 所以你會看到,其實這個圖案 全部都是1 這個呢 就是9 這個呢 就是63 73 如此類推,如果8的四次方 就是4096 吹7 5805 就是4095 你看到,全部都是1 很神奇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得到 如果你用這個 多項式的寫法 你直接把A部分的答案抄下來 這樣就已經直接可以出到 它不會問你第二個 在這些情況 它很大機會就這樣抄下來 這樣就可以了 好,做多一條 做三十 因為原來三十 我們好像 是沒有做過的 我也不記得了 做三十 三十條呢 就是當那個多項式 除以x-3 的時候 雙式 就是2x2次加x 我們寫回 長除法出來 除以x-3 你就得到2x2次加x 以及 以至 F3 是對乎1 這句很重要 這句有什麼意思呢 這句有什麼意思呢 記不記得我們曾經理解過 這個位 其實就是x是3 即是調3過來 是x-3 所以這個位 正正就像 除色一樣 就是 其實你在除這個數 是在玩除色 所以這個 x-1 其實是什麼呢 x-1其實是余數 即是這句說話的含意 就是余數 其實就是 Fu1 其實是有一個隱藏的人 大家要去理解 我再重新說一次 這個3其實並不是一個普通的三字 是說X對3 你向思維反過來想 我們之前是設定X-3為0 所以你調去X-3便會等於0 換言之,暗地裡給你一個余數 其實這就是負1 所以這個位置 是DSE經常會這樣考問大家 DSE都會經常這樣考問大家 這條數就是一個典型的DSE題目 所以這條數是很值得大家去認真去做一做 所以這個乘這個加負1便會出到F 因此我們做到 F就是X-3乘以2X2次加X再加負1 我們乘以2X2次加X-6X2次-3X-1 這個就是A part 這個就是A part 好了,那B part B part 就是如果 Fx除以2X加1的時候 的余數是多少 那不難 因為我們Fx是除以2X加1 所以我們選擇 所以我們選擇 2X加1 為0 你可以得到 X就是負2分1 即是負0.5 然後F的余數 其實就是負2X加1 其實就是F-2分1 那你代入這條式 那你就可以做到答案了 那你自己試一下做吧 所以今天的功課呢 再重複一次 就是6B 22 23 24 25 30 31 6條數 到達